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近几日极端天气袭击了东北部和中部地区多个州 周日夜间至少两轮龙卷风在印第安那州登陆 造成一人死亡 多栋民居被毁 包括屋顶塌方 墙壁被砸坏等 当地消防部门表示 龙卷风造成了大规模停电 修复工作可能要持续数天之久 不少民众拍下了龙卷风横扫一切的惊人画面 Is it going away? OK 当天阿肯色一场突如其来的冰雹也造成两人死亡 另外包括田纳西、肯塔基、乔治亚和密歇根等州都受到极端天气的影响 数十万人停电 华裔居民众多的麻州牛顿市周末传出恶性案件 一所住宅内发现三名老人遇害 当地官员要求居民保持警惕 米德尔赛克斯地区检察官瑞安和牛顿市警察局长卡迈克尔在一份联合声明中说 当地时间周日上午的十点多 警方接到报警 发现三名受害者死于明显的刺伤和钝气创伤 受害者似乎是该住宅的居民 现场有强行进入房屋的迹象 三名受害者的身份尚未确定 警方也没有宣布逮捕任何人 据当地媒体报道 他们的邻居称 这些受害者都是教堂的姓重 但周日没有按时出现在教堂 于是人们上门查看他们是否安好 随着调查的继续 牛顿警方要求居民保持警惕 周日晚和周一牛顿警方都派了警员 在该地区巡逻 牛顿市距离波士顿市中心11英里 有8万7千居民 其中亚裔众多 约占总人口的13.35% 而华裔占其中的60% 中午晚上德州圣安东尼奥国际机场的一名工作人员 被吸入一架喷气式飞机的引擎后死亡 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NTSB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这名工人的死亡发生在晚上的10点25分左右 当时一架刚刚从洛杉矶抵达的达美航空的飞机 正滑向一个登机口 这名工人被吸入了飞机当时正在运转的一个引擎里 圣安东尼奥的消防队员和警察率先对事件做出了反应 之后NTSB加入了对事件的调查 并可能在未来几天发布一份包含更多细节的初步报告 达美航空在当地的地勤服务合作商确认 死者是该公司的员工 但是否认事故与其公司的运营流程 安全程序和政策有关 再来关注另一场机场的事故 北京时间周六凌晨 也就是美西时间周五的上午 国泰航空从香港飞往洛杉矶的CX880起飞时发生故障 飞机打开紧急逃生梯 进行紧急疏散 造成了多名乘客受伤 之后国泰对事件表示道歉 并称已调配另一架飞机执行这一趟航班 未需在当地转机的旅客安排其他航班前往目的地 来看报道 我回下转机的旅客安排其他航班 起来就是一开始的时候飞机已经出事了 因为一开始飞机在准备飞行的过程中突然加速飞行嘛 然后他拼命加速飞行 突然就刹车 就他就突然急刹车 然后当时就觉得是不是有什么问题 然后广播里说是那个 由于机械故障 应该是机器故障还是机械故障这样说 然后就说要检修什么的 我当时觉得没啥事 飞之前他能够修好话就可以没啥事嘛 结果呢他就说让我们稳定一下 在这等几分钟他修啊什么的 结果就在他修的时候 就是他稳定下来我们坐那 就等着再次起飞的时候 突然就开始了 就哭咚一声 然后广播播了一会儿 就开始go go go 我就坐着那个气垫滑上来 来关注俄罗斯的局势 俄罗斯上周末发生戏剧性的武装叛乱 瓦格纳集团的首脑普里哥金 在24小时内先起兵又言和 而他反对的对象之一 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 周一则首次公开露面 美国官员和很多分析人士都指出 俄罗斯的这场大戏还远没有落幕 俄罗斯国防部周一早些时候 发布的一段视频宣称 绍伊古正在视察参与乌克兰战争的部队 但视频中听不到他的声音 美联社报道称 这一段视频在社交媒体和俄官方媒体上广泛播放 但目前还不清楚他是何时拍摄的 绍伊古也是兵变事件以来首次公开露面的俄罗斯高级官员 另外当天晚些时候 俄罗斯总理米书斯金也公开露面 他在内阁会议讲话中承认 俄罗斯正面临着内部稳定方面的挑战 同一天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则表示 美国驻俄大使称美国并未卷入瓦格纳的这一次兵变 不过截止到周一 普京本人尚未公开露面 他只是在周五的晚间通过电视就当时的局势发表讲话 另一方面据媒体报道 这一次兵变的主角普里戈金 周一在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的一间酒店现身 并宣称自己发动叛变是因为瓦格纳集团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 他还反驳了莫斯科的说法 称瓦格纳士兵中没有人同意与国防部的合同 7月1日后瓦格纳将不复存在 您现在看到的是普里戈金上周五 在俄罗斯南部城市顿河叛罗斯托夫的画面 他当时发动了针对克里姆林宫的武装叛乱 特别针对邵伊古和俄罗斯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 普里戈金率领他的战士从乌克兰前线出发 迅速占领了罗斯托夫 继而向俄罗斯的首都莫斯科进发 然后在出发不到24小时之后又突然掉头 在俄罗斯盟友白俄罗斯的斡旋下 这场兵变才宣告结束 普京达成了一项协议 让普里戈金和他的武装分子迁移到白俄罗斯 并获得大赦 不过俄罗斯媒体周一报道称 克里姆林宫表示对其的刑事调查还没有结束 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周一表示 他将解除反恐政策为阻止雇佣军游行而施加的所有限制 危机期间军方设立了检查站 道路被拆毁公共活动被取消 几个月来随着普里戈金越来越多的批评克里姆林宫 特别是邵伊古 这场骚乱已经愈演愈烈 普里戈金表示在乌克兰巴赫木特的致命战斗中 他的武装人员没有获得足够的弹药 除了普里戈金和邵伊古之间不和的政治影响之外 瓦格纳集团的叛乱对乌克兰战争的影响尚不清楚 乌克兰于近期开始了一场高风险的反攻 试图从俄罗斯的手中夺回被占领的土地 事先转回到美国国内 前总统川普在本月早些时候被联邦起诉 之后他反而扩大了在共和党内部的领先优势 超过一半的共和党初选选民在一项民调中表示 川普将是他们2024年提名的首选 NBC最新的民意调查发现 51%的共和党选民表示 川普将是他们2024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首选 比4月份上升了5个百分点 佛州州长德桑蒂斯排名第二 获得22%的支持率 比他4月份的支持率下降了9个百分点 另有7%的受访者表示 他们会选择前副总统彭斯 5%的受访者表示 他们会投票给前新泽西州州长克里斯蒂 在这一次的民调中 没有其他共和党参选人 获得超过4%的支持率 这一项新的民调是在 川普应涉嫌不当处理机密文件 而受到联邦起诉之后进行的 川普被指控将机密文件保存在 佛州海湖庄园 并试图阻止联邦官员取回这些文件 他对全部37项指控 拒不认罪 以上就是今天中文热点的全部新闻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记得点赞关注 您也可以点击屏幕下的小铃铛 更其实地获得新闻推送 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威州深农总会官方认证 玉威深行 威州深黄 有效成分比药点高双倍 零农残 原桶炮生 开仓价每磅50美元 独家中美陆路通 美国下单 中美三天收获 资深地产专家陈静 经销上万套曼哈顿豪宅 纽约安家请电陈静 917-699-9629 意外伤害 我们来帮你 保罗爱里斯律师楼 718-785-8080 718-785 帮你帮你